似乎居民逗出鞭炮 还有自救会的成员 用木板挡在路口 洒出不明白粉 这场发发出突柴屋工人 一拥而上 试图把木制障碍物给拉开 对方也洒水阻挡 警方也派出大批的人力 到场维持秩序 在中泰平这一处藩子的路庄 所有权纠纷残送了48年 部分住户主张居住在这里 超过150年 不过原地主提告申诉 要求柴屋还地 现场爆发冲突 这就会主委甚至是爬到屋顶 不挡工人柴屋 他们今天拆除不合法 之前只有定义 把他做好 把他拆掉给你看完成 这样就来拆 朱指控地主是非法取得 土地所有权 不过地主也喊冤 他表示取得土地后 针对土地的纠纷 提告已经将近46年 如今他胜诉 三审定验 只希望住户能够配合拆迁的作业 土地所有权能 是本宿内权能所有 我死不得 本宿民法执行开除 台中地院的司法事务官 也道场广播 要求先拆除五户住家 亲自道场指挥拆迁作业进行 不过住户仍旧不退让 将近百名远警道场助手 避免流血事件发生 不过现场是否能够顺利拆迁 现场的执行官还有住户 都还在协调当中 TVBS用有血力反旅政权调反映SNG小组 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